好 在台北市呢 大家关注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选战的部分 在萨卡都的状态之下 那么其实国民党的部分是5月25号来中场会正式征召蒋万安 来叫出台北市的市长大卫 那他是第一位指挥官呢 是拖到7月10号 才被民党征召提名 而至于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 是压到了8月底才递交辞呈宣布要参选 所以这个时候萨卡都正式成型了 那么选情当然呢 也是非常的激烈 我们来看到根据台北市宣委会公布的资料 在这一届呢 台北市长选举人数 比起上一届市长选举人数 216万4155人 在今年的部分减少了13万7386人 在今年是202万6769人 当中男性的部分有94万6119人 女性有108万650人 那如果说以上一届的这个投票率来预估 在上一届呢 大约投票率有来到66% 这一次来算的话 大概会有133万7600人会出门投票 当中还包含了首投足 大概四万五千多人 那我们来看到在过去的一个政党 政党的得票率的变化 首先看到在2018年 2018年呢 跟2014年 你可以看到国民党的部分 差不多都是40%左右 那么在民进党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在2018年 是17.28% 那2014年因为是没有推出人选的 在2018 2014 都是这个柯文哲 那么柯文哲呢 在上一届 是拿到41.06% 是以58万多票 以41.06%得票率 当时他是很惊险的 因为可以看到 国民党呢 跟这个丁守中 跟柯文哲两个的 投票 这个得票率呢 是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两个人这个相差的 也是非常的靠近 那至于民进党的姚文志 他是17.28% 那么拿下24.4万票 如果呢 在这个得票率 也是创下了一个民进党史上 台北市长选举最低票数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柯文哲的部分 柯文哲在第一届的部分呢 他是拿下了57.15% 当时民进党是没有推派人选的 而到了上一届呢 虽然推票人选 但是呢 因为这个部分 民进党呢 并没有拿到太多 所以柯文哲还是顺定当选 拿到市值1.06 那么在今年整个萨哈都的情形 当然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 台北市长候选的陈时中 在今天一大早 也已经是来到了水源投票 所进行投票现场状况 这位记者王志恒 他有说什么吗 很高兴啊 还是说大家也是一起这样 一路走过来 他也给我加油很多 我也非常的感谢 那这位晚上 事实上大家都很感动 今天有带什么幸运饭 没有 今天什么东西 又不能带啊 那你还问一下 这是你开票之夜前啊 这还有几个小时 你现在有重规划吗 没有呢 这几个小时好像还蛮难熬的 那会回去睡个觉吗 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啊 能够睡得少呢 当然就睡一下吧 我想大概 可能还是以看一些讯息会比较重吧 我能够睡 当然睡最好啊 那是跟大家吃个伴吗 但是吃饭是一定要的嘛 吃饭是一定要的 那这个口罩有特别跟 这种重来搭配吗 那你通常没提醒啊 吃饭的吗 没有啦 我们男人家没有这么重视这部装嘛 就是比较轻松 穿的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今天早上出门还发觉说 是不是没有那种 一般没有mark的口罩 我会看着啊 有我们有这个口罩在 那个朋友 这段时间每天都睡多久啊 五六钟头总有吧 那因为其实现在有点毛毛性 不知道有没有担心 今天要投票 不知道呢 昨天雨那么大 大家都知道没有人离开 经过昨天那场大雨的碎炼之后 我想我们都更坚强了 那今天是心情最轻松的一次吗 也一直其实我都维持一个相当轻松的心情 只是这个确实我们该努力该做的都做了嘛 那今天当然心情就更放得下来 稍后呢 我们当节黄珊珊也会在方清中学进行投票 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掌握最近的情形 那么再来看到 刚看到在2018年各个政党得票之外 再来看到各个行政区 您可以看到上届是柯文哲连任 那么当中他在中山 大同万华 南港内湖 士林北投 得票数是比较高的 那这里在蓝营的部分 丁酒中 在松山拿到43.4% 姓义还有大安 以及中正文山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他拿到得票率是比较高 那其实呢 在这个蓝营跟柯文哲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都差了不太多 上一届真的是咬得很紧 那么在今天呢 还有人很关注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章鱼里 在这个士林的天狱里 今天呢也是一大早 很多人就来投票 先前大家就很关注 这边呢 是不是他的投票 就等同是一个小型的台北市 所以呢 我们来看到今天就我们民众 也是特别回家来投票 交给记者 又桃 好的主播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在桃园 现场的天气 有一点阴 而且还下着毛毛雨 我们在龙潭的可望会馆 可望会馆呢 它有一个体育场 这个体育场 它今天分成两边 作为投票区 那在稍晚一点的时候 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 他会来到这个投票区来投票 据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也会陪同他一起 那这个投票区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里面大约有八个工作人员 大家因为防疫的关系 都戴着护目镜 口罩还有手套 在协助选民来确认身份 领选票 那领完选票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圈票处 这个圈票处圈完的时候呢 那在逆时中往左边走 好您看到的是我们的记者 王运就目前在桃园 带来在桃园的现场 那你可以看到桃园 在今天的话 整个降雨呢 现在也是比较稍缓了 看得出来民众心情蛮不错的 所以投票率也渴望冲高 至于在稍后有最新的状况 我们随时为你查报报道 好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税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